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最近网上也展开一个议论 议论什么呢 现在就说这个记者 真记者假记者 成了一个话题了 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大陆这边 发生一起惨案 那可真叫惨 就是说在大同那边 有一村里的小煤矿 小煤矿的矿主叫猴四 叫猴四 然后说有一天 有一个就是这个记者叫蓝城长 就他是中国贸易报社住山西记者站的 其实呢 刚来了这15天 那么他说他去采访 可是实际上公安局发布的情况通报 说他去干嘛呢 就他在路上说 说他这个矿啊 手续不全 咱们去找着老板 把这个证给他晾一晾 他怎么着也得给咱1000块钱 猴四一听说有记者到他这矿上 猴四首先去问另一个记者 说真记者假记者怎么分辨 因为据据他说 他说这波记者来之前啊 三天 他已经接待了五波记者了 天哪 记者太多了 他就说 我去看看 基本报的相同目的 他说你要是真记者呢 咱呀好好招待 给点钱 走了得了 要是假记者 收拾他 结果是什么叫真记者假记者呢 他就问那边那个人 那边那人叫个孟二的 也是个法治日报的记者 那记者跟他讲 说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的那个张的 对对对 这个证 我知道 就是假记者 好 结果猴四一看 就蓝城长他们拿的这个证 他们是中国贸易报的这个新闻工作证 一拿证 没有 假的 就开始爆菜 我跟你说 打死蓝城长给打死了 你知道这帮人就是打人够专业的 就是矿工两条胳膊 胳膊架在桌子上 拿铁棍 咔嚓给你打折了 腿架在凳子上 咔嚓又给你打折了 好残忍 最后打死了 就法医 法医解剖的时候 医解剖头部 说行了不用找了 全身那些粉碎性骨折都是小意思 骨线 多处的骨头塌陷了 脑内大出血 这就是死因了 这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要这样打呀 估计那个矿主也确实给逼疯了 就是因为他 因为他的那个这一套不全 就是这个文件各方面 可能开矿都不全 当地的记者 现在我们确实 我据我所知 咱们不说是什么大同那一代 就是咱们国内的记者 譬如你要报道一个什么电影 要做宣传 影子作品要做宣传 记者来 好像都要给点小红包 我想当地一定是这样 何况你有弱点在别人手里 别人抓住了 那我自然要来敲诈一把 是吧 如果你不 你不给我塞钱 那我可能我的消息就出去了 估计长此以往 把这哥们给逼疯了 逼疯了 他就怒从心头 行恶向胆变身 他就下次狠手 他这帮人 就有的黑矿主 本身也就是流氓 就是村里人就讲 那社会上的人 打人不止一回了 就说 你想当着村里 赴免面前 打人很专业 什么的 就是 但是 但是问题在于 现在人说到底什么叫真的 什么叫假的 如果你按照说新闻出版总署 盖工章的这种记者证 我告诉你 现在全国才有不到18万 是吗 我们那时候都有 我当过记者 有不到18万 记者 这就意味着有新闻出版组盖章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都不是 我们都不是记者 给我一千块 对 他们说了 说中央台70%的人没这证 那成假记者中心了吗 所以 所以现在大学新闻系的教师 在讨论 什么叫记者 我跟你讲 这个范围 的确不能老拿这个证来衡量 因为比方说 特约通讯员 特约记者 老实讲 如果真是为了主持正义 甚至像美国 我就记得有点 任何一个普通公民 我说你这个厂造成污染 伤害了利益 我可以去采访 我采访 我可以给报社投稿 但是问题在于 他好多假记者 为什么萌生出来 因为山西那地儿 很多偷偷非法 挖煤出煤的 他上去扼钱去了 像这个给打死 你某种意义上 还算是真的了 他确实是报社的 现在就是人家说 现在中国记者生态 我跟你说 记者本来都跟王老师早年似的 一腔热血 都是有理想的 可是后来发现 我写点为民请命 主持正义 揭露真相的稿子 甭说我费那么大功夫 得罪人不说 连发都发不出去 他靠稿费生存 他发不出去 他钱都拿不回来 但你知道其实做记者 有的时候是真的很辛苦 但有的时候做记者 也真是无冕亡 像在台湾 其实我们就有一句话 就是说永远不要跟记者交朋友 永远不要跟记者说真心话 因为你看像我们 现在这样的生态 每一次每一次 都有记者来跟你讲说 秀远 你的事你只告诉我 我会选择你 不伤害你的方式 写些些什么 但是反倒就是到那个时候 是谁抢毒家 谁重要 是求生存的情况之下 反正他那个时候 就是没有所谓的朋友了 这个事情很可能 就是会伤害到你的家人 会伤害到你的孩子 会伤害到你的祖宗八代 甚至于伤害到你整个企业 没有关系 就一篇文章 所以你知道那个一支笔 其实真的可以要命的 那也许当时其实 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大陆的记者生态 可能真的就是 台湾应该也是一样了 就是说 真正有那么多记者证的 台湾没有那么难拿 可是他只要随便告诉你一篇 说这篇专访是我写的 我在这个杂志上 然后他告诉你 上面有他照片 是啊 那他是不是记者 是啊 因为他负责采访的嘛 他这个时候 他其实记者的真实的身份就在了 因为他的确有作品 所以你用什么态度去怀疑他 你看现在这个 我就说我们大陆 我报纸 我只姓一家 南方周末 我杂志只姓一家 三年生活周刊 这两个在我心目中 就第一 他有知识分子的品格 第二 他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操守 那么大量的报纸出现的新闻 我是不太信任的 我老是在这个新闻的背后 我老是晃了一个看不见的手 我们说经济 就所谓看不见的手 那么刚才讲的这个事 它确实是 你看 我们过去当记者 是确实有个新闻出版处的章 第二 我们是大家都是拉工资 不管你写多少稿 那个稿子没有钱的 就是你的工资 每个月照样发给你 这就使我们能够 就是哪怕被毙了 它不危机我的生存 就我的工资 我照样可以拿 那么我就凭我的良心去办 比如我那个时候 那个安徽大洪水 冲得非常厉害 我下去看了 当地的老百姓生活 就几十年建国这么多年 和解放前世一模一样 老百姓还睡在你地里 我很心疼 我每天是写散文 一千多字 我每天写三篇 每一天去被毙 电话告我被毙 我照样在写 我为什么要写 我是想对替我的良心 我不写 我难受 我心疼 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你看 据说我不知道 据说报社记者是这样的 就是除了拿工资 我写多少稿子 我还有奖金的 这稿费 还有稿费的 另外这上面还给任务 如果这个料你不报料 有更大的奖金 如果你不爆料 比如说当年我们的英雄 就听说 哪个记者弄不到英雄的材料 就要扣你奖金 那么你想 一个记者 他为了生存 就基本 不择手段 你还甭说这个 我当你面说 人家社会上也有议论 说你们弄大片的 垄断资源到什么程度 有些时候能垄断记者 比如说我一个大片要出来了 哗啦 我找一些记者 甚至说 甚至这个传说 网络上都顾携手 就夸 好啊 好啊 这电影 务比好 这个我思识求说 因为这个英雄 英雄那个宣传是 当时是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 就会我 我说话说的比较多 是词面埋乎之后 我就基本上没掺和这事了 就是我们制片方在弄 那个时候绝对没有 任何一篇没有 是什么收钱 我给你打电话 给人家讨好 没有 没有 都是记者自己找来 这是凭良心讲 绝对没有这个 像这个状况 我觉得其实很正常 但是你知道 现在台湾跟香港 有的时候像是 尤其是周刊的记者 他的竞争非常的严重的 比如说像是我现在要 讲一个就是好像 私昌聊 私昌聊 对 私昌聊 就是那个 公昌私昌 大家知道 记院嘛 然后比如说 我要知道这里面状况 但是我不可能 就拿个麦克风去采访你 你不会让我知道的 所以记者自己本身要做什么 我要花钱进去嫖记 然后我要带一个偷拍的摄影机 我要等他脱了衣服 跟他上床 然后我要问他的价钱 我要所有的东西 都用小摄影机 床上那客人谁 就我 要不然 你不可能有多一个人 在旁边去采访 怪不得那么爱当记者 那有这任务 所以有的时候也真的很辛苦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不过这打死记者这事 秀源好像最受刺激的是残忍 我觉得太恶劣了 最近在台湾有一连串的虐童事件 而且虐的是谁呢 自己家的小孩 那有的呢 其实最近大概我看 这一个多月吧 有八起十起这么多 你每天看到 就是两岁的小孩 三岁的小孩 被打得体无完肤 像我最近 很多吗 很多 尤其是这一两个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大家的压力特别的大 然后就觉得 每天都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那我出来的前一天 这个报纸上面最大的消息 就是有一个六岁的女孩 她的妈妈跟爸爸离婚了以后 这个妈妈又另外交一个男朋友 是同居人 她就跟同居人一起住 带着这个小女孩 她妈妈去上班了 还是去干什么 就把这个同居人 跟小女孩留在家里 就打这个小女孩 打的方式是用 应该是有大概一个铜板 这么粗的 实心的软胶条 就这么抽她 打腿打手 打身上 然后这个小孩 因为哭啊 痛啊 叫啊 他就把这个小孩呢 抓起来 然后抓起来以后 就用一个降落伞的那种 绿色的那种 就是帆布带娘 可是挂在一个货柜上面 就是掉货柜的那种 这么大的那种铁钩 吊着他 把那小孩从腋下 六岁嘛 就这样吊着 吊着以后 然后用拳头去捶他的胸 打他 然后小孩叫 他就说不准叫 因为怕周边的人听到 那个时候 他妈妈其实在隔着 跟他七公尺的一个货柜里 但是完全知道 这发生的事 但是他完全不闻不问 他当妈妈说 他没听到 这个事情现在怎么办 我其实不知道 但你想想 那个小孩在 在受那个苦的时候 然后那个 那个同居人怕他叫 就塞了一个塑胶的 什么叫同居人 就是他男朋友 妈妈 你们叫同居 住在一起的人 叫同居人 叫同居人 对 就是把那个塑胶袋塞在这 然后又怕他出生意 再拿一个塑胶袋 照着他的头 然后这边绑起来 就打完了以后 突然就他是做生意的 就有一个生意的电话上门了 他就把那个小孩 吊在那挂了三个钟头 挂完了以后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说 我去看看怎么样 他没有想到 他挂了那三个钟头 就孩子死了 因为血液上不来 心脏上面全部缺水 然后脚肿大得不得了 全身上下瘀伤这样 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 他就说 他妈妈就说 是我打的 我失手 因为他不听话 他喝水 把水吐的到处都是 然后是小孩不听话 等等 后来这个医生检查的结果 还有根据调查 说是这个同居人 干的这些事 然后他那个妈妈 脸上面无表情 是疯了吧 我觉得这都不正常的人 所以最近其实会有一些报道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对于这种 没有反抗能力的小朋友 然后就两岁三岁的 都是这样趴在地上去打 然后那种 都是还不太会动的那种小孩 他们就说 现在是因为 台湾的整个的 经济状况不好 然后政治状况 其实也让大家紧张 然后对于未来没有希望 然后找不到工作等等 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出去打架 也不见得会赢人家 就只能找家里这种 或者是周边这种 没有反抗能力的 你就会觉得 听起来心好沉 谁家没有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是 然后你知道 那个新闻上面的画面 是小孩子这样笑 一张一张五六岁可爱的脸 活着的时候都这样 到底怎么了 难道他们没有别的方式上 可以抒发他们的压力 一定要暴力吗 暴力是一个非常可怕 而且会惯性 对 我觉得这个 王老师谈的 我是这么想 就是我一直觉得 就是近几年来 就整个社会 赤膚泥漫的一种 特别可怕的暴力倾向 我们说 不是就是台湾 在这边也一样 对 一样 你说我这两天看报纸 什么天通战还是哪里 一队二十来岁的 也是同居人 两个同居人 年轻人突然被打死 这两天我又看到报道 说被抓到了凶手 凶手是在他们家 修那个暖气片 修暖气片的人 自己打死了 同样在天通院 是一个女的 突然看到一个人来抢东西 然后大叫大叫 自己从窗上跳下去 摔死了 你肯定是出于恐惧 这个暴力里面 他最后滋生出的是一种仇恨 人和人之间的仇恨 而且是莫名的仇恨 你可以比如说我们天通院 那两个人 你这个显然 这个民工到他们家 修暖气的 是跟他们家是没有仇的 就是他人实以那么 血腥的暴力 你说人和人之间 就是对人的 基本的人性的关照 和人性关怀 完全没有 现在有这么多的暴力事件 也引发另外一种 就是人性的孤独 让他开始紧张了 我不愿意跟你交 因为你到我家 修水管的时候 我要小心 你会不会做什么坏事 我要把大门开着 然后叫几个朋友 站在我旁边 人对人之间 彼此的信任没有了 然后你听到隔壁 那个孩子在叫的时候 你说我不要管闲事 万一连我一起打 所以孩子就被打死了 所以人变得很冷 我现在走在街上 要是有两三个人 结伙在我后边走 我就 跳开 不是 我一定得让他 走到我前头去 要不然我觉得 没有安全感 不安全 我这个 我是最近 我突然理解了 什么叫暴力冲动 这个暴力冲动 这事说起来 跟文涛有关系 就有一个 北京有一个环地产 卖房子的时候 去这个主持吆喝的人 主持人叫什么呢 叫窦文涛 卖房地产 卖房地产叫什么 叫天资娇子 就我有朋友在那买了房 结果开发商 就开发到流氓 我就不说他的细节了 流氓交房那天 结果是一个烂工地 是一个烂房 所有的业主急了 急了之后 要到北京市政府去告状 那么走到马路上 前面堵车 结果他们就上了三环 就上了三环 要到市委去请院 结果就被抓起来 因为你违反社会治安 被抓了 在康复所里关了三天 那个 那就是我说天资娇子 通过这个事 他们的业主 团结一致 我是从来没看过 就人和人之间关系 是那么友善 我第一次看到 人间自由真情战 我是真的 到青天我看到 前两天跟他们 是因为有敌人 大家就团结起来 而且他们那么讲道理 但是公安局 居然把他们抓了 这个就不说了 最重要的是 跟开发商几次谈判 我突然发现 你看我帮他们去谈判 我就给他讲 我给开发商说 我们什么都别谈 我们讲一个基本道理 我说这个合同 是假以双方的吗 不理我 讲别的 我说你不要扯别的 再谈是不假以双方 如果是假以双方 我就不让他说了 那么我们就按照合同来谈 每一个条款按合同来谈 他继续跟你扯别的 那一瞬间 说真的 我真的有暴力冲动 我突然明白了 什么叫莫名的暴力 就是 你就通过这个 我想到的什么 当一个社会无德 就大量的存在的事 是无德的时候 你怀有 对社会怀有一个善良 和这个基本的正义 正义和功德的 这种良知的时候 你和无德的 发生充创 这是叫什么呢 葱林世界 森林规则 因为是动物世界了 你就是 人就靠点德 维持着一个关系 要不然咱都是动物 你死我活 你知道本身 本身我们是有杀灭同种的本能的 就同种之间攻击的本能 我们是有的 就靠着我们控制了 人性和动物性 当然人性相对于动物性是虚伪的 因为动物性是你的根 你文化所做的一切 你的进化 所做的一切 是要修饰掉你的动物性 而完成人性的进化 在这种情况下 可是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 你通过网络 你通过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报纸 你发现 人性在退化 再往动物性上退化 所有的本人欲望被释放 也许这就是人性 所以这个概念怎么说都行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几个朋友聊天 也是说起谁 比如说起野心家 我说这人真是泯灭人性 我说可能在难道说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这人得足够坏 你才能成功吗 你才能出人头地吗 我这得泯灭人性才行 旁边一老哥就说 你错了 这就是人性 不对 你看这就是他对人性的理解 我就讲 我对人性理解是什么 人为什么要建立人性 为什么要建立 从乡村名曰慢慢进化到法律 建立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人性基本上咱们说撇开个体而言 就是建立人和人之间建立一个安全地带 在社会建立一个次序 把所有人 我对他人的伤害减到最低 降到最低 因为大家都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活着 但是不能侵害到他人 但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是各种方式在侵害到他人的利益 人性大讨论高于段落 还是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小时候 不是 我小时候没打过架 反倒上大学的时候 打过一回 但你一听我打架 你就知道我是一什么人 也是一个特别不像话的一个同学 是吧 所以欺负我 我这种人是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才会 但是我还是精密布局 我当时就没吭声 打架子 不是上课的时候 我琢磨了一节课 我说这个事怎么办 打呢 还是不打呢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说打呢 他很理性 在哪打呢 最好别在人多的地方打 然后这个课结束了 我就回宿舍找着他 我说你刚才侮辱我了 咱们俩打一架 我说咱们就到东湖边上 就去打一架 你是先礼后兵 我这个人太平静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咱们打一架 他说行啊 好 跟着我走 因为走到湖边要走挺长的距离 你知道吗 后来我走到湖边一回头他没了 你知道吗 他可能觉得说他太平静了 这小子是不是在那埋什么套呢 或者找了人了 或者是不是在湖边小树林里 你看 所以你还是没打成吗 我觉得我怎么那么样的平静呢 我这个像你说的这种暴力倾向啊 或者攻击人这种倾向 不能说没有 近乎没有 近乎没有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教育 然后还有是这个社会环境 我觉得是压抑 也可能 是压抑是给你的一种期待 压抑是会积攒你的暴力倾向 如果是压抑的 但是因为他压抑到这个程度 他会自残 对不对 我可以伤害我自己 但是我不会伤害别人 你比方说啊 我能不要脸到什么程度 我就觉得我心里简直是就是 不是羞耻的人 我跟你讲 比如说你骂我一句脏话 我呀 张梅婷 会打你 但是 这是说 我但是我并不生气 你明白吗 如果周围都没人 这事就算了 就我心里觉得 心里我还很冷静 他骂脏话 侮辱我 我应该如何反应呢 应该跟他打 你是按照规则 就是因为你侮辱了 所以我应该 现在他们老说 谁谁有血性 我就没血性 就是说你 你骂我一句 我不会 说我这不行了 我没有这个情绪 那王老师 你上次生气完了 然后你本来想打 但是没打下手 你后来的情绪怎么抒发 因为我觉得这个动武 因为我这一生从没打过人 就是我觉得动武是一个 就是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 就是说的比较酸一点 就特别不文明的行为 而且我认为动手 是一个弱者的表现 我是真的 对 你比如说 两个人吵架 你比如说 为什么我说 王硕过去 那个嬉笑落骂 是挺高级的 现在就变得有点 好像是不太相当过去 就是两个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谁先急 谁就先败了 所以我说 王硕那所有言论 他看起来在打击别人 其实最后打倒的是他自己 因为你一手前已经受伤了 别人还没受伤 就你的愤怒 你愤怒 对方没愤怒 对方是平静的 所以你这拳头没打过去 那么说起到我 就是我的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尽量告诉自己 可以对方去说理 我就要平 我是爱 就愿意讲理 就是咱们论理 实在论不下去 我愤怒了 我拳头打不过去 我就想 那我就算了 就是你碰到一个不讲理的 你就撤上 可是这股气会闷在里面 这就是现在为什么 70%以上的人有忧郁症 然后有些人有躁症 躁郁症跟忧郁症又不一样 忧郁症就自己闷 不是不想活 我是忧郁症 躁郁症就是 我想办法要丢东西 然后我最好打你一顿 因为他的情绪 没有出发点 我是忧郁症的道理在哪呢 就是我是经常是 我是认死里的 然后跟别人讲道 后来发现我把朋友都伤害了 你的眼神真的有点忧郁 对 我把朋友伤害了 这倒过来 我再谴责自己 就是我是不是 我的好心 没有被对方理解 好像特较真儿的人 容易得有 是吧 就是特辜要在你的死里 就是这个事